下一个铃囊 加油铃囊 今天的这个考试呢 就是考名场发挥的课题 那等一下老师提问 你来回答就可以了 你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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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实在压天心 真是感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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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真是感恩心 如果说说 丢在地下 你们做新娘怎么延长 让大家认真你看 自己的妈妈实在好名气 你看那天的笑容 不躲而不接地铁 但妈妈从中好 散开女人 整女人的夫妻和他 健和铁 但女人一定都铁 好让爸爸妈妈 肚明铁 你好 我刚告诉你 跟各样各样 工业变化 最好 都没所谓 因为那些新娘 做的变变了 你 我是福州世家新娘 宋宁兰 和老一辈新娘 不一样的是 我25岁就开始 学洗娘了 我家四代都是做洗娘的 传到我这里 已经是第五代了 那我们所有的感恩感谢 我们也化为深深的三鞠躬 对爸爸妈妈表示一下 来 一鞠躬 感谢爸爸妈妈生育之情 再鞠躬 感谢爸爸妈妈 我三位阿姨就是 福州洗娘 都是有年龄 稍微大的一些女性 来担担 在福州的传统婚礼里面 胖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胖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2017年的时候 我们福州洗娘文化 被列入省籍 废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三位阿姨就是 城市三姐妹 她们就是代表性的传承们 说到福州洗娘 城市三姐妹 我想没有人会不认识 但是就是 包括我婆婆 还有她们三位 都是生儿子 没有生女儿 所以说做洗娘 这个责任就落到我儿媳妇身上了 原先我其实是 不太爱说话的 性格也比较类伤 真的有机场 来啦 咱们坐在后面上 来 故意的带多一节心路 喜怒喝采喝喝粮 但我们就对我 演得了好不好 好啊 好啊 你啊 学祖学华 好啊 便跑先向明天东啊 好啊 今天是我们 敏都洗娘文化传奇所 第六期 初级班开班的仪式 以前我们学习的时候 都是师傅带土地的这种模式嘛 好 开班授课 这种模式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想要加入到这个行业 里来 我是90后 我是80后的洗娘 我是一个上班族 我原来从事的是小学语文老师的 那个一个工作 结婚之后就家庭祝福带孩子 开开心心的 每天能说会道一点 钱赚的比较多 我很想把这样子的一个传统文化 真正有意义的东西传承下去 那现在来我们这边学习的呢 他们不只有八县的明侯啊 长乐啊 连江这些地方的 还有远的 像外省的山东的 江苏的 他们因为喜欢热爱洗娘文化 所以都纷纷的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来 一批初级学员完成了规定的课业 一批新的学员又走进洗娘的队伍 在这里我作为师姐 向本次结业的初级学员表示忠心的祝贺 祝贺你们结业啦 新娘行业还是比较有前进的哈 像我这样子主持一场婚礼 大概的价格在1880那样子 那如果说更资深的话 那他们的价格肯定会更高了 像我们三位老师 他们有一首一天都能上到一万个 我们三天 好 祝你们早日就把我判工去 我们快点你看就说很高真的了 我们要因为蜜乳烘热切切心 女人跟我们好识多年轻 既然有钱来多年轻 大家要帮你多年轻 稍等会来早就做 让你胖子快点吃蜜乳 所以我们就多多努力 够用锻炼蜜 蜜乳有花着大大的炉啊 好啊 每天的思考 tents 带我吧 看见 接着 KO 我们将来可以成功 好 sustained 但我律め 谢谢大家